留著黃色的血液 牽起兄弟的心 不管是先發和牛棚 合力玩瘋對手 或是在延長賽事11級 拿下勝利 上週中進兄弟的賽事焦點 就讓我們一起快速瀏覽 拿回來打右半邊 穿越行線專打 接受張志豪 先敲出右半邊的安打 而且王衛成腳程很快 一口氣來到三壘 隔天的大門口 第一球打擊出去 在中外野方向的 深遠位置的警戒區 等一下腳步接殺出局 這個距離應該是夠遠了 高飛西宣打 再有一堆打電 接射 再來考驗一下這一次穿越 第一球打得不錯 在左半邊 墨地優須針塔出現 張志豪今天表現得很好 機會 這一球拉回來很強勁 經過穿越行前瞻打 三連上的跑到這裡 就可以輕鬆 哇 張正雯在出一球之後 還發生一些小小的瑕疵 十月二號中信兄弟 和富邦漢將三連戰的 第一場比賽 三局上許晉鴻的高飛西深打 幫助球隊取得領先 五局上黃山君 再靠著安打串聯追加一分 五局結束中信兄弟是2比0 領先富邦 這球在一萬一方向的深淵位置 小白球是一去不回頭 很強 這一球咬得滿紮實 在左萬一方向的深淵位置 大愛的破獎 這個時候詹皇忍不防 再來炸了一個兩分砲 都來終止 打擊出去 在左萬一方向很高很遠的飛球 2-2 林志森這個時候 不但終止了連續17個打數 沒有安打的一個大低潮 而且一棒就是一個 兩分打電的拳打 比賽後段猛向打線 成神追擊 八局上許晉鴻 和詹子嫻接連開空 一口氣冠儉三分 九局上代打的大師兄林志森 也補上了一發兩分砲 拉開雙方比數 而先霸倒手德寶拉 則是和牛紅 聯手壓制對方打線 中場中信兄弟是以7比0 晚風富邦 75分 來看一下徐晉鴻這一棒 打出去算右外野放下 一去不回頭 10月4號中信兄弟 再度交手富邦漢將 是金控大戰的一開局 徐晉鴻就轟出了一發洋春炮 幫助黃山軍掀直得點 但富邦漢將馬上歡迎顏色 接下來兩局分別靠著 林哲學和高國齡的拳淚打 命轉比數 這一球打擊出去 在中間方向穿越行程戰打 現在都要打點了 第一分回來 第二分 在三壘這邊 搖中了 在右外野方向 安貨降 又是一棒扳平周思琦 你必須要罵我 連續兩天都是在比賽的後段 上演神之一擊 本季的拳淚打也來到了20紅 這一球很紮實 在右半邊出現了安打 倒出 周思琦這一球在右半邊 又是一戰安打出現 現在已經推進上了一二壘 這一球打擊出去在中外野方向 中外球往後推... 往後推掉下來 結果彈了出去 二壘安打 沒有二壘安打 這是一個場地規則的二壘安打 所以中信兄弟是打下了第五分 七八兩局中信兄弟靠著寶宋 安打以及勞鬼周思琦的拳淚打 把戰績翻平 兩隊殺進到了延長賽 十局上半機砲 周董和詹子嫻接連敲出安打 幫助球隊攻下了超前分 而下個半局黃山軍也派出了中結者 小禮飛到李政昌上場關門 他也成功地守住勝利 最重中信兄弟是以5比4 擊敗撲幫 出棒前一個球 打散了右半邊 方向前一個球 上舉棒了 出棒了 結果這個球落在了界內 小白球高自自己還能找到 內角夾動 確實打高了 但三比的野手都過來 最後要給誰啊 溝通上面沒有溝通好 結果這個球還落地形成了一個得尊 碰一下這個球投手沒難到 後面的二壘手衝過來 這球爆掉了 有可能會給一個內安打 對 記錄這麼快出來 就是已經內安打了 十月七號中信兄弟 在周繼組場迎戰樂天桃園 一局下半黃山軍 就靠著張志豪的兩分砲取得領先 二局下王威城和陳文傑 接連敲出安打再下一城 雖然下個半局 樂天靠著三壘安打追回一分 但是三局下半 萌向達線又開始了 另外一波攻勢 快 這一球夾刀 但是傳出去形成安打 在一二壘之間 三壘上的跑者輕鬆 本來一列上的跑者也衝向了三壘 出棒 在一二壘之間 又是同樣的穿越安打 又是一戰了 打跑戰術 來 這個球打賽的重現 又是穿越安打 這樣子臉上兩名的跑者 都要回來得分 這一個半局打不停了 有碰的 這個球送到左半邊 落地形成安打 二壘下的跑者 張志豪已經要繞回到本類 來得分了 三局下半中信兄弟 靠著連續四隻安打 再灌進四分 四局下周董周姿吉 敲出四十安打 把畢數拉開到了七分差距 而接下來雙方都沒有在追加分數 中場中信兄弟是以8比1拿下勝利 而先霸道主黃恩次 主投七局只失掉一分 拿下了本場比賽的最有價值球員